腎臟是人体的重要排细器官,位于腹膜后挤住两旁浅窝中,左右各一,腎臟长约10至12厘米,宽5至6厘米,厚3至4厘米,重120至150克。 其外形四残痘,外侧圆凸,内圆凹,凹面为肾门,有肾动脉、静脉、神经、淋巴管及肾鱼等通过的,其间充填脂肪组织组成肾地。 肾脏内部的结构可分为肾脏背膜、肾食质和肾鱼三部分。 肾食质分为皮质和髓质两部分。肾食质外层为皮质厚0.5至0.7厘米。 由肾小体和肾小管构成。 部分伸展至髓之间形成肾柱。 包在皮质内的肾食质部分为髓质,由食质12个圆锥形的肾锥体组成。 锥体主要组织为集合管,其底部连接皮质,尖端成乳头状,凸向肾豆,称肾乳头。 围绕肾乳头周围的组织形成肾小斩,相连2至3个肾小斩,合成一个肾大斩。 再集合成漏斗状的肾鱼,出肾门后移形为疏尿管。 人每侧肾脏约有100万至200万个肾单位。 每个肾单位由肾小球、肾小囊和肾小管组成。 肾小球是入球微动脉与出球微动脉之间的一条盘区的毛细血管。 主要功能是过滤血液、生成原料。 肾小球毛细血管盘从内到外有三层结构,内层为内皮细胞层, 为附着在肾小球肌底膜内的扁平细胞。 上有无数孔径大小不等的小孔。 小孔有一层极薄的隔膜,中层为肾小球肌底膜。 为控制滤过分子大小的主要部分,外层为上皮细胞层。 上皮细胞又称足细胞,其不规则突起称足突。 其间有许多狭小间隙,血液经滤膜过滤后,滤液入肾小球囊。 肾小囊是肾小管起始突大凹陷形成的双层碑状囊, 两层之间形成肾小囊腔。 肾小管是与肾小囊臂层相连的一条细长管道。 管壁由肾小管上皮细胞围成,外层为肌底膜。 肾小管组成包括近端小管、水盘和远端小管三部分。 其主要作用是重吸收原尿中的水、糖和电解质等成分, 壁排H加保持人体的酸碱平衡。 若肾小管结构受到损伤, 就会出现液鸟增多、尿比重下降、电解质紊乱等临床症状。 在正常情况下,血液中绝大部分蛋白质不能滤过而保留于血液中。 仅小分子物质如尿素、葡萄糖、电解质及某些小分子蛋白能滤过。 当肾脏的固有细胞受到损伤时, 临床上就会出现各种肾小囚疾病。 当足细胞受损时,就会出现足细胞病。 如肾小囚微小病变、 局造基段性肾小囚硬化、 磨性肾病等。 肾小囚细膜细胞受损时, 就会出现IgA肾病、 细膜增生性肾炎、 膜增生性肾炎等, 导致蛋白、红细胞等血液成分丢失到尿液中, 出现蛋白尿和血尿等。 总之,肾脏主要是通过肾小囚的过滤作用, 排出体内肺物、 肌肝、尿素蛋、 积酸等代谢产物。 肾小管的重吸收和分泌功能, 维持人体水源代谢和酸碱平衡。